如果他可以透过医疗去做处理的话 就赶快送医疗处理 如果不行的时候 监狱是一个处理的方式 有些人没有进过监狱 监狱过一次以后 你意思就是说抓进去关比较快 因为你已经犯法了 你已经犯法了 你就是要面临到这个东西 如果你是一次的 犯了金额也可能越小一点 法官可能还会原谅你 同情你 让你有个缓刑的机会 像你那么多次了 像你那么多次了 法官怎么给他缓刑的机会 也许进去交给国家管一管 下一下还有个转弯的机会 还有个回头的机会 让他感受到一种教训的感觉之后 他可能行为才会有一些改变 对不对 不过或许是因为说 艺人总是让人家觉得说 光鲜亮丽 而且赚到了很多钱 所以母女为钱反目 这样的事情 好像反而是经常层出不穷 经常都会听到 让我们想到之前 其实张韶涵也曾经有发生过 就是母女之间为了钱反目的事情 那么在2006年的时候 当时就传出这样的说法 说其实张嫂涵根本被家里面 当成是待宅的肥羊 那么呢甚至是还说 黑道在寄予他们家的财产 那么张妈妈曾经也被拍到 说是不是和歌手张浩涼 有一些往来 那么到2009年的时候呢 这个母女这个传出说 缘分已尽无法强求 甚至是这个母亲还跳出来 指控说是朋友带坏了她 什么下降头这样说法都出来了 那么当然现在呢 可以说是母女关系 破冰看来真的是蛮困难了 是不是艺人之间真的是很容易 就是因为钱拿到的多了 结果家人之间的关系 原本很亲密的母女感情 就反而是遭到了破坏 因为这一次那个韶涵这个 是牵涉到他们一亿的存款 说被妈妈这样 这几年之内都用光了 这样子 就是他存款突然发现 自己存款不见了 没有了 那一亿元 当然就是说对一个 当红一线歌手来讲 可能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他是可以 可以面对这样的债务 可是就是说一个妈妈 一个家庭主妇 他可以怎么花 会把一亿元这样的 这样子 给他弄不见了这样 当然可能他有去 做别的投资 或说他有去 别的朋友一起花费 也不一定 可是张韶涵 他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就说 因为那时候是突然出现说 他好像旁边有出现一个密友 那时候就说 妈妈指责他说 我的女儿跟我这么亲密 因为我们知道 他是单亲家庭的 从加拿大回来 妈妈跟他长得 其实很像很像 非常漂亮 然后他妈妈觉得说 女儿跟我这么亲密 从小是这样一起 像姐妹花账 为什么一夜之间 我的女儿会来查我的账 会怀疑我 甚至于就说 要跟我断绝母女关系 他觉得旁边有人在怂恿他 所以母女决恋 是因为有人在挑拨 这个导火现账子 那我觉得就说 其实 韶涵 以他这么样的贴心 因为他是养家 这么多年养家 他其实一亿元 对他来讲 其实他不见得是 那么的 Kale说一亿元 被我妈妈 亲妈妈用掉了 当然会心疼 可是我觉得他比较心疼的是说 这一亿元到底是 谁跟你一起用掉了 这样 也不见得说 有人挑拨他 因为他那时候传说 有一个人 甚至于是 是不是有点是 同志或什么 这样在 鼓励他女儿 做这样的事情 那时候因为是母女 是反目了 可是 我觉得关键是在于 就是说 刚刚像我们讲 简佩那例子 他是一直帮妈妈这样子 一直无底洞这样子 可是韶涵这个举动 我觉得可以做一个借禁 就是说 他其实当时立刻切断 那时候母女关系 是等于是到冰点 而且是 几乎是脱离母女关系 但是其实那一下 其实可以把妈妈的 就是说 也许有些习惯 把它给嚇阻住 或者说甚至于 在旁边在帮妈妈 花那些钱的人 或者说帮妈妈出主意的人 可能是一直嚇阻作用 我觉得这个办法 其实是不错的 那母女关系的亲情 绝对是切不断 刚刚光琴讲的 其实妈妈都是疼女儿 女儿也是爱妈妈的 所以经过这一年多来 他们当然就是冷战 到最后 还是言归于好了 那韶涵就是那时候 整个心情降到谷底 他甚至于 很多工作没办法接 因为他觉得很痛心 很难过 那当然社会有 舆论压力 就是说 这女儿不管怎么样 跟妈妈断绝母女关系 就不孝 因为中国人就是这样子 那他们这样修护了之后呢 现在韶涵的事业又OK了 我觉得那整个的 妈妈可能也改了很多 那韶涵自己 可能在脾气上面 也会修改 我觉得他这个做法 反而是比较正面的 可是像我 看了这么多的例子 刚刚那个大姐讲的 其实非常有道理 只是我觉得 钱是不长眼睛的 你不管是任何的关系 一谈到钱 其实就是翻脸 我觉得那个是 非常非常伤感情的事情 而且今天不是一百万 不是一千万 是一亿 我觉得不管 我们之间关系如何 当然中间过程里面 牵涉到所谓的什么 同性密友 然后或者是下降头 我觉得这个都撇开 不要谈 这可能就扯得很远 可是不管如何 当我回过头来 可能不管小韩 他现在年纪还轻 可能大家觉得说 还有本钱 再拼 可是大家都没有办法 预料说 演艺事业 其实你说 说没有就没有 你是没有明天的 所以其他的那种情绪反应 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突然发现 我所有的存款 我可能过去十年 拼得完全一期间都没了 那你说 他不会去追究说 钱到哪里去 我觉得正常人都会追究 可是我 其实我蛮 这个应该是说 蛮鼓励他说 可以跟妈妈破冰 也觉得很 觉得他很棒 可以放下那种 就是说他心里面的 不管是恨或者是怨 他可以跟妈妈再 再从原归于好 母女两个也和好 我觉得这很不容易 可是问题我觉得 最主要是他心里 是不是真的回归到健康 这个很重要 像过去我曾采访过一个 比较资深的女艺人 那他应该也算是歌手起家 然后后来一直转战到 现在变成主持节目了 那我要讲的是说 他曾经很感慨的跟我说 他大概帮家里还债 还了大概 我看将近二十年 可是他从来没有一本 自己的乙存簿 他一直到大概三十六岁 将近四十岁 他真的拿到了自己 有生以来第一本乙存簿 那个当下他是痛哭的 可是那个过程里面 你会觉得说 对 没错 他赢得了很多的美名 好孝顺喔 真的无怨无悔 替家里面多少洞 大家都去买 可是他自己生病了 他有一度他真的是 拿到钱 他是乱塞的 他可能塞到哪里 到最后他都不记得了 藏在衣柜 对 或者 没有 后来他有一次要搬家的时候 他发现说 奇怪 怎么连 因为他把鞋子 放到鞋盒里面 才发现 怎么连鞋盒里面都有钱 连床鞋怎么缝都有钱 他是那种极度没有安全感到 他也生病了 然后后来其实他甚至爆肥 跟爆瘦 然后甚至还跟服装师发生冲突 因为那时候大家说 看不下去说 你的衣服已经借到L号了 你要不要控制一下 对 然后他就发飙 他说怎么可能 我一个女艺人漂漂亮亮 我不可能穿到L 是你们弄错了 可是重点是 那个size就很明显写在那边 那后来他回想 他就觉得说 为什么我一直讲说 小安他心里是不是真的健康了 因为到最后其实 其实会有 会有那个 就是心里有一个 对 是他没有办法填补的 那到最后 其实老实讲 还是会 还是会爆发 那他可能会 应该是这样讲 他可能会这个发酵 在另外一个地方 我刚讲这个女艺人 他因为极度没有安全感 而且他从来 钱也没有自己保管过 因为都是填家里的洞 不然都全部交给妈妈 那钱怎么去也不知道 后来你看 我就觉得说应该这是命运 他就找了一个男朋友 然后这个男朋友 就负责他所有的演艺工作 然后他也是很自然 就变成一种习惯 他把所有的钱 都交给这个男友你知道吗 到最后也是零啊 没有 我要讲的是说 那到底是好不好 所以我觉得那个心态 跟你那个健康性 是很重要的 不然可能影响你一辈子 不然那个精神压力 会造成一辈子的 而且他甚至 价值观扭曲了 他认为就是这样 所以他对钱财的处理 没有自我 他说这个钱不是他自己的 他认为都是要给的 所以那个文婉讲这个例子 是非常的这个值得省私的 那我们看到有很多正面的例子 其实这个简报是N年前 我不知道小燕姐 还没有留这个简报 因为我爸 我爸年轻的时候看电视 我都喜欢爆料 可能我们祖传有这个 他就常骗我说 张小燕她是被领养的 但我发现不完全不是 他常常会说谁是不是亲生的 他常常会跟我爆料 其实都是乱讲的我爸 后来我发现这个报导 他的母亲是上海一个富贵人家 还是张爱玲 他们两个是表姐妹 可是你从来没有听过小燕姐 因为这个影印的 他年轻时候跟父母的那个照片 那他母亲呢 从来你都没有看他伸张 后来是获得有一个十大衣着奖 因为他妈妈对自己的这个装扮 非常在意 那他爸爸就是刚好反差 他爸爸是警戒 然后后来跟他妈妈认识以后 他数十年如一日 就是穿那种三十年都不换的老西装 跟马英九有点像 就是那个皮鞋也是老皮鞋 所以是一个非常低调的这样一个家庭 另外那个我们看最近那个张飞 跟费玉清 飞珍玲等 他们为了他母亲过世 非常的难过 就你也很少听到他妈妈的那个 出来怎么样 因为我们我比较OK 可以啦 所以讲的都是老的例子 对 然后那个 我看到这些报导就说 他妈妈很喜欢去灌菜市场 他最喜欢跟儿女之间的一个娱乐 说 你猜猜看我现在这个全身 你猜多少钱 他们都说那两万块 一万块 他说五百块 就是他妈妈就喜欢去 而且他妈妈非常重视 就是说他知道 你就算再怎么隐瞒说 就你不讲你的儿女是谁 其实街坊邻居都知道 包括菜市场都知道 所以他出去的时候 特别的重视形象 所以就是说 他喜欢去逛菜市场 那也不好杀价 不过不好杀价 情况下买个五百块的衣服 已经算很厉害 但他默默的支持他的儿女 譬如说 废君的歌他一定 一定要听 然后张飞主持的节目 他一定每次看 然后会提供给意见 对 那我觉得做一个新吗 你看那么大的名气 而且家里三个都是演艺圈的 或者小燕姐 你看从年轻的时候 我们就听他 在那个小亮叔叔 那个节目里面 坐在那边讲故事 我们看他长大了 他也看着 可能没有看到我们长大 后来看到我们长大 就是说 你就觉得这样一号人物 他们对自己的父母亲 然后父母亲对他们的那种 默默的支持跟照顾 他注重本身的形象 都不伸张 我觉得那是另外一种付出 所以这都是一些 非常正面的例子 对 其实关键姐姐讲的 我是觉得她讲的非常正确 尤其我是觉得 那是互相的 比方说也讲到 那个小哥的妈妈好了 其实大家如果记得的话 其实在这个妈妈 其实有点矮磨的状态 其实身体不好的时候 那时候小哥刚好要开 世界巡回的演唱 然后在国外 可是妈妈就是那种 很不要去麻烦 他儿子是天王级 老实说 可能租一个私人飞机都OK的 可是他说 他就是坚持我不要 不要麻烦 可是小哥是 他是孝顺到什么程度 他为了让妈妈去圆梦 因为他知道妈妈 太爱听他的歌了 可是低调到不行 他就买他所有的姐妹套 妈妈姐妹套 帮他们买好票 然后弄好机位 什么住宿 全部一票 因为有姐妹套在 所以他说 好吧那就一起去这样子 就是你会发现说 他们的互动 就是都在 都在那种无言当中 非常非常的温馨 所以为什么 其实大家一直讲说 因为张妈妈 一直以来走 就是一路走来 其实这个新妈角色 当得很低调 所以大家说 以真的三个子女 巨星在演艺圈的地位 怎么会一个桑里 办得这么低调 大家就看得出来了 真的是原妈妈的梦 其实真的是 这个母子亲情 这样的事情 可以说是没有办法阻挡 本来就应该会 感情跟关系都非常好 如果不谈到钱的话 其实基本上 不应该出现这样的事情 不过其实我们也蛮好奇 是不是会有一些艺人 是比较聪明 就是说他的钱 一开始就没有交给家人来帮忙 我们这点稍微回来 再来讨论先进一段广告